他對蘇聯來 他對日本來 他對外人來 他對福利品來 不管他們是從哪裡來 現在他們都是我們的 台灣幸福 但是我們今天要苦鍋鹹蛋 我覺得要有一點點苦味 才會甘甜 有一句話說苦從 不是 甜從苦來 師傅 你的意思是這樣過了嗎 因為太大盤 裝盤不好看 不會 我們有很大的盤子 那不好看 我們就這樣就好了 我們的大力士們吃不夠怎麼辦 沒關係 我再炒一次 好不好 好啦 為了盛裝起來的時候的敏感 那我們就不要太強迫我們的事 還是照樣蔥少不了 蔥 切斷還是一樣 你常看我節目就知道 有的家人怎麼會 他就問台風天蔥很貴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你只好放點 我看紅蔥頭或洋蔥替代一下 也可以 洋蔥 洋蔥一大顆你就可以攀用幾次 對 對 所以要變通 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 還有一種 去買什麼 有一種乾的 乾的 乾蔥嗎 對 乾的 到迪化街也有一種 它這裡有乾貨 真的啊 對 對 我們還不知道有乾的這個 蔥白可以買耶 有 好 蒜就切片好了 好 好 放這吧 一起下鍋沒關係 一起 然後有蔥 辣椒 還有我們的辣椒 辣椒籽是不是應該也要用掉 辣椒不用了 沒關係 這樣吃起來不會去攪到籽嗎 沒關係 這樣就可以了 不然再去掉 他們太沒什麼味道 這次的刀牌比較大一點 對 都差不多 其實都還好 對 這樣 反正我們今天 就是說對於敢吃辣的朋友來說的話 用辣椒 真是今天做菜做到我的心孩裡面去 那 重點來了 苦瓜鹹蛋的重點在哪裡 苦瓜鹹蛋你要吃到它這個有 蛋會香 是哪裡在香 蛋黃 對 所以你兩個鹹鴨蛋 你可以放兩個蛋黃都這樣 都放進去 但是蛋白你可以不要全部放 蛋白鹹嘛 一個就好嗎 鹹是從這裡來嘛 它的香從這裡來嘛 對 對 我們鹹 我們這個把它切碎 待會兒要先油炒一炒才會香 這是重點 這道菜的重點在這裡來了 還要先炒過 對啦 所以我炒了它不一樣就在這裡 一般我們煮就會直接放進去 一樣就不一樣 所以說變換一下做法這個香味真的 就不一樣 對 不行 你看我會把它切得很細喔 刀鍋很棒 還要很細很細喔 對 為什麼要切那麼細 為什麼 這樣子才都拌得會比較圓 對 對 不顧為事 莉莉姐 感謝您的稱讚啊 當然啦 這樣子細一點的話 不會說一下子吃下去就太多的蛋黃 而且綠色和黃色灑起來 真的有色彩的搭配耶 很漂亮 就像我們女人穿衣服一樣 還有搭配得以喔 好 是不是這個 這個 跑馬刀真的是 不錯… 好 來 再來 蛋白 蛋白大概多少 蛋白就不用放那麼多了 一顆 再多一點點 再多一點點 對 因為它 這樣就好 因為我們還有放點布拉魚 很划算 這樣也好 我們還放點布拉魚 布拉魚本身 也有鹹 拿就對了 那個布拉魚是不是稍微要洗過 或是開水燙過 沒有… 不能燙 燙就變成糟糕咖啡 這個菜市場一般就能買到嗎 那個布拉魚 都有 有點像鷹魚耶 應該不是鷹魚吧 它不是鷹魚 鷹魚比較大隻 那我們的這個 羅師傅的老婆小孩也很幸福 常常吃到好吃的料理 但是我們 機會是… 是比較多 對… 但是因為常常這個 在廚房裡面煮得累 累了 回到家裡就不想動 還是要老婆煮給你吃 會不會這樣 就一切簡便了 所以說我們倆比較有口福一點 你弟弟 像酸辣湯要放那麼多料 那沒有 沒有就是有酸有辣就好了 就湊了過去就算酸辣湯 不可以這樣嘛對不對 不然人家都跟妳老婆說 好羨慕 這樣一個廚師 結果沒用 結果 有點絲肉感 好 我們下去燙 它水開了放下去 等一下讓它變個顏色 我們再把它撈出來 它還會變色喔 會啊 它剛才是比較綠 對不對 它顏色就會稍微沒那麼綠 會比較 讓它再滾起來的時候 提黃一點 對 不到黃啦 不能到黃 那大約兩三分鐘的樣子就可以了嗎 看的量 其實它下鍋它就不滾了對不對 大概再滾起來就撈起來 反正非得要等到它滾就對了 對啊 一定要滾 滾了它表示水的溫度夠嘛 這樣達到你要汆燙那個效果 沒錯 對 我一般我都是用那種白色的苦瓜草啦 我還沒有用過綠色的苦瓜草 綠色草起來會比較 昨天的貝老師上了一課之後呢 回去我又可以試試看了 來 我們現在把它撈起來 撈起來 對 就用那個盤子裝起來 為什麼要過水呢 過水它不會那麼苦 而且它容易熟啊 反正生的苦瓜是不是很難悶 會悶比較熟 對啊 尤其像我們煮苦瓜湯 你看那苦瓜 光苦瓜是不是熟 其實它會比較 感覺硬還是這個磨的關係 和磨還是脫不了 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 如果你把磨去掉的話 就很快的熟透了對不對 對 甚至你不要汆燙也可以 不需要汆燙 但汆燙還有一個作用 可以去掉一些苦味 所以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 如果說自己在家裡做的話 要動作快一點的話 其實油就要在旁邊 先讓它熱 對 要這麼多油喔 對 因為這個是剛才那一鍋 所以就沒有汆燙 來 這個布拉魚講一下好了 為什麼要下鍋炸 會比較不會整個爛掉 對 而且比較酥一點 對 讓它成形漂亮 再來它的香氣也比較夠 對 你這樣就這樣 下去馬上就 苦掉了 頭歸頭歸歸了 然後眼睛歸 中間那一排的骨 歸中間那一排的骨頭 對 有人會加丁香魚對不對 對 但是為什麼要加丁香魚 為什麼不加布拉魚 為什麼 丁香魚為什麼比較好 比較便宜嗎 丁香魚操作比較好 但是丁香魚你會怕 炒出來的菜 黑黑的 對 漂亮對不對 沒錯 那你如果改成這樣 一樣有達到這個鮮味 而且它出來的口感也好 也比較軟 真的羅師傅真的喜歡很深耶 做菜 沒有很深 可以出書咧 真的可以出書咧 有啊 有出書 有啊 真的 準備出書對不對 快了快了 上一次來 本來說年底 但是出版社的消息說 可能在過年前後 過年前後 到時候台灣媳婦一定要來烹腸 過了 這個苦瓜現在裡面也有 樹裡面也有 真的 好 我們把它放下去 好 所以你看朋友要注意看 像我們一般像它炸東西 就會想像一盤就這樣放下去 對啊 特別是一些小細節 對 我都沒有注意到 慢慢的放 一盤下去也容易漸起來 慢慢再浮起來囉 你看像我 而且浮起來都是一條一條的 怎麼樣 這樣就差不多了 待會下鍋很快速 它就可以吃了 我聽你吃的聲音都很清脆 清脆 苦嗎 有一點點 我再試試看 看是這邊苦還是在那邊苦 真的這邊比較苦不苦 真的啊 對啊 就是那個膜比較苦 膜的地方在苦 沒錯 疏忽沒有Penoman 對 好清甜 所以說如果是要涼拌 就這樣子泡冷水就變成涼拌 對啊 所以你光看嘛 你綠色配上這個蛋黃 光這個顏色就好看了 所以你說 以後要用這個還是用白的 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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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您說的是 您說的是 這個 烏拉魚就是讓它這樣浮起來就 就好嗎 要炸到有點 要金黃色 還是要炸到金黃色酥酥的感覺 不用酥 才會比較成形 對 就炸硬 而且真的炸出來也 配這個儀裂也很漂亮耶 對 因為它是有一點金黃色嘛 那這個是比較深 鵝黃色嘛 妳有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問題耶 羅師傅人帥 做出來的菜也是很 很漂亮的耶 也是很帥氣這樣子嗎 是啊 是啊 好看耶 沒辦法 已經太晚了 他已經結婚生小孩 要不然就介紹個台灣 那個我們的姐妹給他們 不要這樣子 妳沒機會了 我不是說妳沒機會了好不好 對不對 抗議了 一定是 羅師傅心裡在抗議了 這個還好 是這樣子嗎 比較小 水分也比較小 好 所以有時候呢 這個炸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的姐妹們 也要是要注意一下 對 要注意它噴起來的時候 有的感覺會散這樣子 特別有的時候拿鍋不小心 會用手碰到 真的很疼 我碰到好幾次耶 真的一雙 有的女孩的時候 我的眼球邊 才曾經被油噴過了 那還沒什麼 我連鼻孔都噴過了耶 那鼻孔噴到 奇怪 我跟你講 鼻孔要噴到 真的是痛到你 那眼淚就是一噴到 很自然就噴出來了 奇怪耶 男孩有在不清 知道什麼痛嗎 對 沒有所謂的痛 不是 我現在重點 重點是你的鼻孔 又沒有像我們蹦家家那麼大 為什麼會把他鼻孔 但是我操作的機率比較多 而且重… 重點的機率也比較多 對 那鼻孔噴到真的是 那真的是痛 真的喔 真的還…你還沒覺得痛 眼淚就飆出來了 所以說 你看我們每… 每當我們想念美食的時候 也要想想師傅們的辛苦耶 對 我們都不知道 他在廚房裡面 所以說 那些家庭的老公們 不要光在那裡 叫老婆煮飯煮飯 要想想我們的辛苦喔 而且呢 就算煮得再不可口喔 你都要稍微說 老婆妳辛苦了 對這樣的話 對不對 我們心裡就很甜蜜耶 就是說 對啦 這計畫是應該的 對喔 再怎麼樣都要捧個場 羅師傅妳辛苦了 哪裡 羅師傅她是已經習慣了 習以為常了 她不會覺得辛苦 因為 當她在廚房的時候 她會覺得我沒… 我在賺錢… 妳是一種樂趣啊 知不知道 對啦 到最後一定要想辦法 把它轉換成樂趣 對… 你轉換成樂趣 妳是沒有辦法 再把它做得可好 可能就是喔 這邊是男生需要有耐性 像羅師傅的耐性真的很好耶 這個 羅師傅啊 說實在的 像有些 這樣子喔 這樣差不多了 不需要到整個金黃色 那金黃色會太硬了對不對 其實也還好 金黃色也還好 因為它魚不大 架開背景 不會像丁香魚那麼硬 好酥喔 那丁香魚如果說怕它太硬的話 是不是說先泡水 然後呢再把水瀝乾 對啊 再來炸會不起來 對 那有一個問題就是 丁香魚外表它魚淋有沒有 它就是黑嘛 一下鍋那菜整個 所以它兩邊有那個比較黑 對… 那它這個比起來就很顯然 馬上就擦了 感覺 所以這個顏色看起來 就比較不吸引 對 所以裡面的血溫真的很大很大 所以不管做什麼都有小萬 你知道嗎 不拉魚好了 我們把它撈起來 好 我發現喔 好像炸東西的時候 要撈起來之前 真的是 不要馬上熄火了 對 是不是熄火了 它就會吸油了 對… 油溫的降低 對 它的油會附附在這個炸物上面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好 好 漂亮耶 炸的 這個好像我們剛出 當初倒進去的一樣耶 好開心 就是擀起來就有脆脆的感覺 對啊 口感很好 好 再來 又要再把這個爆香的東西 放下去了嗎 對 還是… 這個時候是用什麼油呢 用剛剛炸的油 沒有…用香油就好了 用香油 現在改成香油了 所以說一定要記住細節嗎 對 該燙過的燙完之後 該炸的炸完之後呢 再來就是用香油 對 這樣大概多少 老師你都不需要把我們教 用湯匙 這大概一大匙 一大匙… 來 這些全部給它下了 好 蔥 蔥 蒜片 辣椒都下了 好 像這樣子的爆香喔 有時候呢 家裡的這個火 如果說有時候有放下去 太久了也不行 因為這樣子你的爆香物下去 就焦掉了 顏色就會變 來 這時候仔細看了 這時候要下一個蛋黃 先下蛋黃 先下去一起炒 蛋黃 這時候蛋白沒有下 好 那蛋黃還要留一點點喔 留一點點 待會兒我會灑在上面 漂亮耶 有沒有 蛋黃要這樣炒 先炒 讓它炒成會有點起泡 香氣才會出來 有沒有 有啦 在那邊就有聞到 就有了 好香喔 這是酒 來 還加一點水 水… 加一點水 我們的水 酒大概也是一大匙 酒 大概兩小時 兩小時就可以了 漂亮 先把它蓋著好了 師傅 你很聰明 對 這裡有苦可以倒 你就硬要從那邊倒 這時候布拉皮下去了 好 所以這個順序要記好喔 對 爆香的東西好了之後 是蛋黃先下去稍微炒一下 有起泡了 加一點水跟酒 然後我們再放布拉皮 六 瓜 再放蛋白 蛋白 蛋白也不用全部放 對 也留一點點綴 美感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我們的水再來一點點 水 水 我們的水 來 你來倒 好 不要再倒多了 你很怕倒下去又太多了 這一關那麼慢耶 這麼美感的東西被我破壞了 胡椒粉喔 放一點點 好 一點點胡椒粉 好 我們放一點點雞粉 真的 莉莉姐 這個雞粉現在很… 進步就是它裡面已經有鹽在 所以呢 就不需要再加一點 原味鮮味超熟的 而且我們的這個 這個 鹹蛋呢也有鹹了 所以就不要再加鹽吧 不然會太鹹 來 一點點芡汁 一點點芡汁 這樣子的量大概只有一小時而已喔 對 還是兩小時 再加一點 加一點點 差不多兩小時就夠了 嗯 好 好 好 再來一個大盤子 好 盤子 不好意思莉莉姐 都讓你再不會幫忙 我這個助手 只是在吃 你只要來吃 我們這個台灣媳婦很高興 所以說上台灣媳婦真的好值喔 像這個盤子真的在大酒店 最起碼要兩三百塊錢台幣吧 真的耶 在這邊真的 所以說你們觀眾朋友們 真的看節目好值喔 所以主要呢 台灣媳婦的展望呢 就是希望 應該鎖定華式台 台灣媳婦 希望我們的這個姐妹好們呢 大家只要自己想吃什麼料理的時候 自己就是可以學著做做看 對啊 那麼經過我們的師傅的教導呢 一定會讓我們的這個廚藝呢 越來越進去 進步 然後家庭和美 對 和樂 走 好 這就是今天的鹹蛋苦瓜 好 水都快掉下來了 我一看到這個苦瓜鹹蛋 我就想說 只要有這一道菜喔 其實就差不多可以吃一碗飯了這樣 真的 特別是想減肥的 可以多吃點苦瓜耶 真的對 減肥美容很有效果 師傅啊 請教一下這兩道菜 到底要從哪一道先下手喔 左手一個筷子 右手一個鎖子 這味道吃不出來啊 這個有點醋 有點開胃 但有點甜 吃多了會膩 所以呢 我看妳就要 先吃這個 先吃一個就好 然後再來吃苦瓜 回頭再來吃一碗的禮雞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一碗的禮雞 來來來 先吃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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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要嘗嘗這個洋蔥 我一定要每一樣都夾到 我嫌出這個 好吃耶… 真的很棒 趕緊 快點來擠破 台灣媳婦的門口 好吃… 酸酸甜甜的 然後呢 這個肉質呢 你不會覺得它 我們都會想說炸這麼久 它會不會變老了 然後又煮過 會不會變老了 結果通通都不會 師傅這個竅門兒 它在哪兒呢 像我們第一肉選的新鮮 它是細嫩的 就是禮雞 小禮雞的話還更嫩 小禮雞還更嫩 真的喔 對 吃起來還更像雞肉的 像豬的禮雞 吃起來就很像雞肉 那妳剛才說 用雞肉或魚肉 那吃起來肯定就更細緻了 對 但是如果說用魚肉的話 這個炸的時間 是不是也有差別 還是一樣都是看到它變成金黃色 對 所以主要是外皮變成金黃色 不管裡面是什麼肉都一樣 對 好 紅色 然後這個甜椒 奇怪 怎麼甜椒吃起來反而不會那麼甜 甜椒吃起來 哪一種甜椒 就是紅色這個甜椒 好 一般 這可能它的問題差在裡 這個禮雞它有 它是 這個外表是一個麵糰 麵糰它炸的是乾的 它對於這個醬汁 它比較能吸附 膠類它是光滑的 它比較沒那麼吸附 那妳吃到的可能不是它醬汁 主要大部分是它一個原味 它本身的甜 它的口感真的很好 一般我們在家裡做菜 不會做到這麼口感這麼好的 所以說真的 看這個節目真的收穫很大 所以就是說 我們一般在家裡 我們常常會想說 為什麼 總是變不出什麼花樣 變不出就是說 像在飯店吃的那種口味一樣 對啊 那是因為我們不曉得 它的竅門在哪 對啊 還有它的順序 所以今天我們的這個羅師傅 這樣子很清楚地教導我們之後 朋友們就可以自己再試一次看看 您就會發現 原來不是我功夫不好 是我沒有竅門 那麼現在呢 懂得怎麼樣去斟酌那個時間 什麼時候 該放什麼樣的佐料的時候呢 抓到竅門了 相信妳做出來的菜非常的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好 這個吃完之後呢 這我要吃一下 鹹蛋苦瓜 很有營養很有價值的 還有小魚在裡面呢 會增加鈣質喔 會增加鈣質喔 而且相對 像婆婆她們吃起來的話 也會對身體比較好一點 剛剛我試吃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有比較苦一點 可是這樣吃就都不苦耶 都不苦了 而且那個小魚喔 吃起來它會QQ的感覺 不會硬 然後整個的這樣子的口味呢 妳就會覺得 哇 多麼的幸福啊 而且苦瓜現在吃起來 比較有脆脆的感覺 好吃 好啊 不管如何 我希望喔 朋友們呢 在 看到台灣媳婦的節目 播出之後呢 喜歡哪一道菜呢 也都想要去試著做做看 因為喔 很多人都說 唉唷 我不會煮 我不會煮 其實不是妳不會煮 只是妳願不願意 願不願意去煮 去學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們很幸福 可以免費的學到 師傅教我們 這麼好吃的這個料理呢 如果您有興趣 就請您 附上回遊信封 來到台灣媳婦節目 被我們索取 但是妳要註明喔 妳希望得到哪一道菜的食譜喔 謝謝 謝謝羅師傅 謝謝怡婷 謝謝怡婷姐 謝謝羅師傅 謝謝朋友的收看 那下回 台灣媳婦再會了 不理妳了 拜拜